男人在车上休息时 发现了一个头戴头盔的黑衣人 老韩命锐地感觉到 此人就是一直在暗地里 司机想要杀害他们全家的哥哥 于是老韩二话不说 抄起一只球杆悄悄跟在了对方的身后 然而黑衣人也是警觉得很 没走几步他就发现了身后的老韩 就这样两人你追我赶 黑衣人再次躲进了哥哥居住的公寓 毕竟老韩的年纪大了 最终还是没能抓到黑衣人 然而就在老韩喘息之时 却被一个胖子拦住了去路 胖子无打三粗 抄起一旁的木棍就想要了老韩的老命 然而就在他掐住老韩的脖子 想将其扔下楼去时 好在关键时刻老韩摸到了一个花盆 用力砸了下去 老韩一拳拳打在胖子脸上 追问他的哥哥在呢 可胖子声称自己也是来找人的 老韩这才发现是一场误会 原来这个胖子正是前些天被害女孩的男友 女孩失踪多日失踪没有消息 胖子得知女友的邻居是个变态 这才顺着线索插到哥哥身上 就在这时黑衣人出现在阳台上 老韩和胖子急忙追了上去 通过暗门来到隔壁 胖子这才意识到 变态的哥哥家和女友家是互通的 然而这时身后的窗帘引起了老韩注意 拉开后发现是一个柜子 老韩打开衣柜 一个被塑料袋包裹的女士倒了下来 静止砸在了老韩的身上 胖子定睛一看 眼前这个散发着恶臭的女士 竟然就是自己失踪多日的女友 然而还没等她缓过神来 此时那个神秘的黑衣人 竟然出现在身后给了胖子一刀 随后直奔老韩而来 老韩精明地躲过铁棍 可还是被一顿输出 直到老韩捡起了地上的刀 黑衣人才逃出屋外 两人在走往里再次扭打 就在即将打开头盔之际 老韩却被扎了一刀 随后被黑衣人再次输出 老韩急忙逃跑 找准一户人家开始凿门 黑衣人就在身后 好在关键时刻 之前打过照面的毒烟女孩 听闻到动静后打开了房门 这才让老韩躲过了一劫 安全之后老韩奔想借手机报警 在毒烟女孩的带领下 来到李屋的神秘房间 只见里面摆满了各种娃娃 还有各式各样的手机钱包 毒烟女孩随便拿出一个手机 交给老韩 打开之后竟发现 这个手机居然是自己的 老韩问这是哪来的 毒烟女孩表示 这些都是妈妈带回的 说着还给老韩看了 看他们即将要搬去的新家 这却让老韩傻眼了 照片中明明就是自己的家 原来那个一直坠杀自己的黑衣人 竟然是那个好心的大婶 老韩想立马逃离 竟意外撞开了衣柜 不曾想里面竟然藏着一具尸体 老韩仔细一看那具腐败不堪的尸体 正是自己失踪多日的哥哥 然而这惊悚的一幕 彻底把老韩吓尿了 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 大婶突然来到背后 静止地举起球棒 将老韩敲晕了过去 事情到此真相 这才浮出水面 原来大婶和女儿 根本不是这里的住户 他们本是生活在这座城市最下等的流浪者 为了生活下去 走投无路的他们便开始以偷取钱无为生 然而这天他们在盗取老韩哥哥的家里时 却无意中被哥哥发现 大婶担心偷窃之事暴露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四季杀害了哥哥 然而杀人后大婶不仅没有一丝害怕 反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 于是渐渐地大婶开始以杀人为乐 然后纠战缺巢 然而自从结识了老韩一家 大婶便打起了他们耗宅的主意 在他癫狂的世界中早已将自己带入了老韩的角色 为此他必须先将老韩杀死 然后取代他们一家 随着镜头一转 大婶和女儿俨然成了一副夫家人的姿态 不知过了多久 被打晕得老韩醒了过来 竟然发现自己的身边横七竖八的全是尸体 他没时间恐惧连忙给妻子打去了电话 妻子听后满脸不可置信 挂断电话妻子便想报警 可却发现厨房莫名地多出了许多新买的菜 不明所以的他上前查看 可没想到大婶已经悄无声息地来到背后 地下车窟中两个孩子迟迟等不到妈妈便打去电话 也正是这个电话 让大婶注意到还有孩子没有处理 大婶哄骗孩子开门 可儿子一眼认出 大婶身上的衣服是妈妈的 大婶也是被彻底激怒 他拿出钥匙直接钻进车内 幸好两个孩子从另一边逃走 孩子立马逃进电梯返回家中 可不一会房门被敲响 孩子被吓得面面相去 房门被打开信号是老汉回来了 可大婶紧接着出血 手拿铁棍对着老汉疯狂输出 老汉难以造假连连后退 大婶渐渐情绪失控 自己刚搬进来的新家就这样被破坏 老汉答应大婶他们会立马搬走 但如果再往前一步 他便和这个家同归狱警 就在僵持之际警察这才赶来 回过神的大婶 狠狠掐住了老汉的脖子 就在关键时刻老汉将打火机扔了出去 房子被烧赶去救火 就这样葬身火海 不久之后老汉也搬离了这里 房子也引来新的住户 可却没想到就在柜子当中 却有一双胡适淡淡的眼睛